这件半裙呢 我一样是穿得到S的 三个色 我身上穿的黑色 Coffee Color OK 再来就是这个Lilat Purple Core是HSK67 价钱是70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 它是属于A-Line 小A 很小很小的A-Line的半裙 它不是那种Fitted的裙子 实际它的款式先 前面两粒扭扣是款式来的 不能够开的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有上往下 面料是西装布 面料有弹性的 前面开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尺寸方面长度是有两个 一个比较短 一个比较长 比较短的就是到开叉的部分 比较长的就是整件裙子的那个长度 有口袋左右两边口袋是方程的 这两粒扭扣是款式来的 不能够开 因为它是后面拉链开了 这样子套上来 三个是喜欢的话 三个是戴手不会错 因为基本上现在讲的 我们说里面有的这样子的半裙 上班穿的Skirt都没了 我身上穿的黑 来了 purple 还有就是咖啡色 口袋左右两边是functional的高腰的半裙 这一件是高腰的半裙 前面开叉 可是不会说开到很高到不能够上班穿那一种 基本上你这样子站 它是不会看到开叉的感觉 可是你走路也不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你不会脚踢到这样开的 你没有可能把脚踢到这样开 你走路这样子正常走 它就是一点点这样子 转后面 后面拉链 留上晚下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 总之这一件是高腰的 助理是穿L size 我是穿着S 小A的裁剪 我们会弹 面料是会弹 它不是很大弹力那一种 所以我们有提供hip的尺寸就对了 这个的话 如果是说 我就不建议你们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 下方的话 这个半裙就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 如果你的size 我一样 你需要带走L size 我是穿着L 因为我穿着L就是没有拉伸的空间 勉强1cm可以 所以说不建议 这件不建议 你们下单的话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 那么这个呢 我穿着L是腰是贴的 就是我的size 然后下尾也没有拉伸的 还有空间 基本上这个的半裙 就是说你的腰穿到下尾 应该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是说 那些下尾比较丰满的 那么你就是说 也要检查一下 毕竟说还是说 要提供你们下尾的尺寸 那整体我的身高 我的身高160 整体穿这样的长度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它是属于一个mini length的半裙 那么呢 这个的这样子的长度的话 就建议你们 就是说 穿有一点点跟的高跟鞋 看起来比较显瘦 所以说 我是穿着L size 脚子上半的半裙 这个款式可以建议你们三个色带走 因为现在暂时是还有取塞 这种S XL都有 所以说 这样子的款式 我们之前有过几个 很多顾客都会直接保湿 因为这样子在外面市场上找 非常难找到 这样子的半裙 有的话 价钱是会超过上位数 所以说为什么这样的顾客 他们都会直接带走三个色的眼铃 所以说这个 你最大是到XL 可是说 平时如果你是XL 不很抱歉 因为它XL 基本上是平时L的尺寸来的 所以说 如果你是Noble的XL 那么L size的话 你需要带走XL 因为平时我是穿M比较多 那么这个半裙 我现在是穿M size比较多 这个半裙我现在是穿着L 我是穿着L size 然后换了咖啡色 称回了刚才的一个卡其色的上衣 就是用今年流行的配搭 就两个同系列的颜色配搭在一起 巴仁奇纳克是HSK67 价钱是70而已 西中部面料 部衣盘 尺寸跟这里一样是穿L 我是穿着S 一样我是穿着S 有口袋 你要不要性感一点的颜色 比较高雅的颜色 可以带走这个咖啡色 对 这个咖啡色我们常常讲的是 非常高雅的颜色 然后它是在一些特定的大牌 才找到这个颜色 所以说要比较优腻 比较高雅的颜色 咖啡色是一定要带走 想要找半裙的 然后不想穿得太fit的 这一种 这个款式非常适合 因为毕竟它下半身 它的hip的那个part 是属于小 它又不是那种flare的 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穿flare的 你就穿这样子的尴尬 就是它还是一样 是可以看得到那个曲线 如果基本上有上半 我一定会拿这一条裙子来看 对 这些上半必备 这样子的柴卷半裙 是上半一定要带走的款式 开叉的部分是到这一边 虽然说开叉 前面左边是有开叉 可是你不用怕会走关之类的 还是太暴露之类的 是不会啊 因为基本上真的啊 你看我这样子平常这样子站啊 你这样子走啊 它是看到一点点 你不可能这样子出力去剃开它 这样子啊 看到整个腿是不会的 OK 来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晚下 像刚才讲的 它的扭扣啊 扭扣是款式来的 不能够开的 OK Functional的就是后面拉链开了 这样子靠上来 我身上穿的是咖啡色 所以想要找这样子 比较斯文上班穿的扮裙 这一期啊 一定要带走这个款式 三个色 咖啡 比较性感 比较高氧 以雷根的颜色 然后黑色就是大中色 基本上下半身很多顾客都会摆黑色 对 黑色是一定要 容易配搭嘛 容易配搭 现在只要五指色 我配另外一件上衣 所以说 如果你们不知道说 医生说比较懒去配搭的 那么你们就可以这样子 这一套啊 你就这样子带走 我上班穿就可以了 OK 所以说找到上班的一些 就是套装之类的 就带走这样一套 我上班穿肯定是没有问题 好 好 好 不客气 这个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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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一样配搭会粉色,这是同一个系列的,因为我身上穿的半径,它是有点分纸分纸色,来啦,OK,来啦,OK,我就配搭会pink color,我们想要开水。 被XL收了,OK,如果想要比较特别的配搭,你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比较bright的pink color,配搭这个比较暗的粉纸色,OK,扣的是,啊,HSK67价钱是70价钱而已啊,像来讲啊,很多半群你家外面搭牌子,找这样的半群最少要稍微,所以现在只是70价钱,也很难找到这样子的款式啊,所以说真的,上班找个半群的哈,这个款式是一定要带走, 高腰,OK,高腰的半群,所以它非常显瘦啊,这个,然后加上它hip的呢,它怕是属于小A,它不是那种大flare,也不是fitted的啊,OK,它不是fitted的,它是小A的款式,OK,扣的是,啊,HSK67,想要找半群的啊,真的这一期不要错过这一个款,因为我们这些store有的都没了,OK,我们store里面有的,这样子的款式,啊,有的话都剩下一件,还是两件而已,OK,啊,比较Elegal的颜色,你可以带走咖啡色, 比较高雅,比较高贵的颜色,带走咖啡色,深色来讲就不用多说啦,一定是黑色,也比较回商啊,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众的颜色,就是黑色,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分纸色,有一点点带粉这样子的紫色,HSK67, 紫色跟这里一样啊,这一件啊,是需要穿L的啊,我是穿着S,所以像刚才讲的,喜欢这一个款式的啊,你可以上个色带走的,不会错啊,因为上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就对了,OK,拉链是在后面啊,油上管下啦,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OK,怎么搭,像我这样子搭就好了,OK,没有了,我就换下一个款,啊,下一个款是上衣啊,